嗨 大家好 我是雅雅 趁著最近疫情期間沒有辦法出門 我決定要跟大家分享我這幾年來的 瘦小臉的經驗 那在這之前 大家可以先看看我以前的照片 照片不夠是不是 我還可以再加碼給你們看影片 這是真的嗎? 記者來到他的住所 準備實際體驗 好 換記者來訂住他 以上就是 黑地使開箱 我以前的臉是非常圓的類型 其實主要是因為我的骨頭比較寬 顴骨跟下顎骨比較寬 加上我的上顎是比較突出的 所以可以看得到我以前是有一點爆壓 然後下顎又有一點後縮 所以就是以上綜合了我現在的臉型 那在今天這個主題開始之前 如果跟我一樣有圓臉困擾的朋友 可以大概看一下自己的臉型是長什麼樣子 臉圓主要有分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 脂肪型的臉圓 像是范莉 脂肪型臉圓的人呢 通常咀嚼肌不太明顯 他的骨頭也沒有很大 但是他的臉呢 就是你在坐公車啊 坐捷運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得到你的 脂肪的震動 這種就是比較偏向於脂肪型臉圓 第二種呢就是骨頭型的臉圓 也就是像我這種的 你的下顎骨比較方正 或者是你的唇骨比較寬的人 都可以稱作是骨頭型的臉圓 還有最後一種 第三種是肌肉型的臉圓 像是這種示範 肌肉型臉圓的人通常就是 你在咬緊的時候 你可以摸摸看你自己的旁邊 這個這塊肌肉是特別發達的 你只要一咬下去就會非常的突出 那我臉上的光為什麼一直變呢 因為吃把包一直在我燈前面走來走去 以上看完之後 你們有覺得自己是什麼臉型嗎 那現在就可以開始講一下 我就是瘦小臉的過程 我第一個做的改變 就是按摩 大家應該都知道 非常有名的藥手名家吧 我在大學的時候 某一次看到 我忘記是哪一個 YouTuber還是誰 然後就有在講說這個 它是非常有名的骨氣按摩 也就是利用按摩的原理 去讓你的骨頭整體縮小 我那時候買的是20堂的課程 他們瘦小臉的20堂會有一個責任制 它在第一次幫你按摩的時候 它會幫你敷一個水泥面膜 在你第二次的時候 它一樣會敷一個水泥面膜 它會保證你的第二十次 可以完整的放入你第一次的那個水泥面膜裡面 也就是你的臉會整體完全這樣小一寸 然後當時看到我就非常心動 我就存了一筆錢就去做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第一次水泥面膜跟最後一次真的很明顯差很多 而且不只是臉型變小 然後還有我的鼻子也跟著變挺 下巴的話應該多多少少也有減一點 但是藥手淋加真的很痛 我自己每一次按幾乎都是哭著按完的 電腦會一邊按 然後就是幫我擦眼淚 但我覺得很值得啦 花這個錢 比肖骨來說好像划算很多 因為畢竟肖骨應該那種動刀動槍的動輒 應該都要幾十萬吧 可是它按一次下來大概是六萬多 你們可以去官網看一下 它在官網上價格都非常透明 它有一般的小臉 有對稱型的小臉 也有立體型的小臉 我做的是立體型的 因為我想要讓我的鼻子更突出一點 然後事實證明好像真的有效 大家可以看我以前在最近紅什麼的影片 就是2017年那個時候 我是沒有做任何的什麼官吏 什麼的戴牙套什麼東西都沒有做 你們可以看一下我那時候的臉型 跟現在的臉型變化 應該差蠻多的 那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牙套 也就是我所有瘦小臉的流程中 最貴的一項 這個牙套我總共花18萬8 那目前還在戴 然後錢也還沒付完 我已經戴了大概兩年多了 然後有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要戴這種鋼牙型的牙套 還要這麼貴 我自己是覺得啦 應該他買的東西 不只是我牙套本身 還有包括我那個醫生的技術 那在戴牙套呢 我覺得主要改變最多的 應該是我上二的這個爆牙 因為我的醫生很講究角度 他會覺得女生側臉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你的鼻子跟你的嘴巴的這個地方 就是要呈現一個90度 會是最好看 然後這邊要是連成一條線 他為了要做到這件事情 就蠻努力的在幫我 把我的爆牙全部往後推 然後把我的下顎往前拉 他那時候看我的牙齒的時候就說 嗯...你這兩個地方需要各推一步 然後我就交給他之後 戴下來這幾年 覺得我的爆牙明顯得好了很多 鼻子視覺上側面拍照看起來也有挺一點 還有我的下顎也有往前一些些 但是下顎往前一些些之後 我覺得我的這個骨頭還是沒有改變 可是這沒辦法 因為這是天生的 我這兩塊也有一點點小小的肉 但這個沒有辦法把它弄掉 對 就是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的這裡 有一塊東西 你們應該看得出來 可是我覺得還好啦 化妝的話看不太出來 不然就是看之後還有什麼解決方法 再來我做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醫美 因為當我發現我按摩啊戴牙套啊 但是我還是沒有到很滿意 所以就走到了這一步 但是醫美也沒有說不好 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而已 我做過的醫美有像是 肉毒桿菌打小臉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比較適合肌肉型的臉型 但是我打了之後我發現沒有什麼用 因為我的咀嚼肌沒有很大 我咀嚼肌咬緊之後其實沒有很大塊 所以你要先認清楚自己的臉型 是哪一邊有缺點 然後再去對陣下藥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就不會像我一樣走那麼多冤枉路 再來我還有做第二個 這個是打下巴的消止針 消止針的這個我是覺得還蠻有效的 但是你必須要耐心等待 而且你要加上運動跟多喝水 它就是把一個東西打到你的下巴的這個肉肉裡 但是它要自己排掉的 所以你必須一天大概喝2000cc的水 然後你要多運動去把這個肉肉代謝掉 為什麼我會打這裡呢 因為我發現我運動也瘦不到這個地方 其實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你運動你很難瘦到一些很細微的部分 像是雙下巴、臉頰肉、婦孺這種 就是比較難消掉的 不是說不行 就是有點難啦 所以這個東西我就選擇去打這個 我之前已經打過一次了 最近有打了第二次 它的療程是好像一次到三次是最有效的 你們可以看我去突襲小禮房間的那支影片 可以看得出來我的雙下巴還蠻大的 但之後的影片就有明顯的感覺 因為我下巴這邊比較沒有這麼肉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消止針這個也還算有效 然後我還有做一個是肉乳感覺的打下巴 我其實當時沒有別的意思 我只是覺得我笑起來的時候 我下巴會皺在一起 我覺得很寵 然後我就去打了下巴 結果沒想到打完之後它變平了 但看起來很像是 好像我去整了下巴還這樣 但沒有喔 我只是去想要除皺而已 然後殊不自有這個效果 其實也是不錯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這幾年來做的瘦小臉的努力 那其實我自己還是沒有到完全的滿意我的臉型 像是我還是覺得我的這邊跟這邊的骨頭很凸 尤其是我常常按摩啊 打小指針啊 或是去做一些運動等等 我臉變小之後骨頭變得更明顯了 就像我人是168公分嘛 所以其實看到我本人不會覺得我臉很大 就會覺得喔 比例上穿是正常的 因為我很高 可是如果在螢幕上 像現在這樣子 只看得到我上半身根本看不出 我比例是怎麼樣的時候 常常就會被說臉很圓很大等等 我沒有到排斥做第四步 也就是手術 就真的是把骨頭去消掉 可是我自己覺得動手術其實是傷身體也很燒錢的 第一個你要花一大筆錢 就是幾十萬去做這個手術 然後你還需要恢復期 在這恢復期中間我又是影像工作者 等於是我完全沒有辦法工作 然後我必須要休息個一至兩個月 我才可以復工 那這中間的就是賺的那個錢 就是會全部都沒有的感覺 還有一個是削這邊的骨頭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手術 因為它很靠近頸動脈 所以它一個不小心可能就會 死在手術牌上 算是一個風險蠻高的整型手術 它的風險真的相對我前面做的這些 還要再更大 所以大家可以自行去衡量 如果今天你是脂肪型硝煉的人 你就可以去打消脂針 如果你是肌肉型硝煉的人 你就可以去打肉骨感覺 如果你是像我一樣骨頭型硝煉的人 可以試藥手銘甲 那希望看完以上的影片 大家也可以找到 屬於你們自己最好的瘦硝煉的方式 然後希望是健康的 然後你覺得你滿意的 其實就可以了 好 那我是雅雅 我們下次見 掰掰